第14题,有两姐妹,姐姐有32元,妹妹有28元 妹妹给了姐姐一部分的钱后,姐姐的钱是妹妹的两倍 问妹妹给了姐姐多少钱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,她妹妹有28元,姐姐有32元 然后她的妹妹给了姐姐X元,或设妹妹给了姐姐X元 所以妹妹她会少掉X元,所以她会变成28-X元 姐姐拿到X元的时候,她会变成32加X 就假设如果她的那个是给10元的话 我的就28-10,然后她就变成18 然后她会变成32加10,然后她就会变成42这样 就是说她给她钱,所以她减掉了 然后这个加 然后在这一边呢,她说她的那个姐姐的钱会变成妹妹的钱的两倍 所以姐姐的钱会变成妹妹的钱的两倍 所以32加X会是等于2挂弧28-X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可以有32加X等于2挂弧28-X 然后在这一边呢,我的这一个我把它乘进去 所以她就56-2X 然后我把-2X绑过来,32绑过去 所以我就有3X等于56-32,24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24除3,所以妹妹给了姐姐8元之后 姐姐会变成妹妹的两倍 OK好,来我们现在要check答案啊 就是说我现在是妹妹给了姐姐8元 所以妹妹的钱就28-8 然后妹妹就剩下20元 姐姐就32加8 姐姐就有40元 40元的确是20元的两倍 所以这一个就是正确的答案啊 然后放下了 第一期试试听 请记得差不多 Aqua